台东县政府为了让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能够在社区受到更好的照顾 从104年起就进行 身障者日兼服务的部件计划 透过各个据点的课程和活动 让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可以受到就近且立即的照顾 也能够增进和社区居民的互动 台东县政府为了让身障朋友 能够在社区里头获得最有效率的协助 社会处今年度也持续进行 104年就开始的日间服务的部件计划 透过在社区举办的课程与各式各样的活动 提升身障朋友们的生活品质 以及和社会互动的能力 部件计划大概是从104年 然后一直执行到现在这样子 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在社区是日间照顾的部分 然后也是可以让身障者可以离开家里 然后参加这些课程 那除了是可以增进他们健康上面的处境之外 然后可能在身心灵的部分都可以提升 那在人际关系的部分上面也是可以 利用这样子的课程跟同才之间有更多的互动 平常我们的作息时间的话就是一直从早上到小 一整天的时间 那我们就是这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针对第一类 就是精神障碍类的学员为主 那所以我们来到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会给他们安排一些健康促进的课程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跟人际关系互动的一些课 那另外我们可能有安排一些就是请一些比较专业的试试 然后给他们安排一些提示人 然后一方面可以活化他们的那个生性功能这样 不只套圈圈玩积木 还到小菜园里面去除草浇水 参与这些活动的学员们都感到相当开心 开心啊 开心哦 你套近几个 一个 两个哦这么厉害 玩得开不开心啊 我很高兴 中到一个 你刚刚套到几个啊 三个 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厉害 我不少的呢 大家都拍拍手啊 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厉害 有 两个 有没有很开心 有有很开心 根据卫福部统计 台东的人口二十多万人 但身心障碍的人数 却将近两万 占了全县总人口数快要一成 而台东地形广阔 要照顾到每一位身障朋友 也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民众在住家附近遇到他们 也别忘了给予他们还有社工 志工伙伴们赞美与鼓励 记者安吉伦 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